什么样的首相事业顺利,自己对对看,每个人的命运总是不同的,有的人生来富贵,不用担心吃穿,而有的人却命运坎坷,要遭受很多困难,首相中手心得体,执照有收,三线身长,龙虎相配,手软如粘,再配以吉祥富号,一生富贵有望望,安乐清闲,事业现清晰,明朗,步步上扬, 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,一般事业相对稳定,加之财运线和太阳线明显,必定可富贵一生,首相中同时出现这三条线,事业线,太阳线,财运线清晰,深长,无杂,注定事业有成,能力非凡,首掌中出现一条又粗又直的成功线,在行业中注定,有一定的名气,如果智慧线和事业线配合得好, 甚至官权之人,首相上事业现场,如果一个人的首相事业线很长,也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智慧和耐心,带人平和,有宁锐的洞察力,一般可凭借着智慧赚取钱财, 当手中的事业线穿过智慧线,并且朝着真命线尾端延伸的话,所代表的含义就是命主财运,事业运比较稳定,此外事业线比较强还能够体现出命主的事业发展具有连贯性,能够长期挖斩下去, 吃头肠,吃头肠的人,此人精明能带有才华,属于思索型的热门,闪常收集各种资料,会分析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东西, 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者证件相关的工作,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,在无名纸下方只从无名纸的竖线,为财运线,你若有此线,说明你很智商人的天赋, 你如果是从身求财,必定是财如流水,连年不断,此外,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, 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锦字纹,石字纹等之类的,说明命主在事业上交据有较大的影响力,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